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镜头转到台中 这里不只有三铁共购的铁路 台中港的年吞土量 也居次成为台湾第二大港 青泉岡机场呢 也是中部唯一的连外机场 身为交通枢纽 台中海线的实力不容小觑 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跟着 在这深耕超过20年的富与建设 一探究竟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西洋场 我是千燕 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呢 都会问要买哪个地段好 哪个地段才会增值呢 其实仔细观察 建商列地的策略以及脉络 往往就能跟着提前布局 富与建设这一站呢 来到龙井开岸 要打造大型别墅造正计划 有哪些规划呢 赶快带您一起来看 基地面积达到6679坪 总共规划241户 有一楼停车 前院停车 一般户型或是有电梯的户型 可以依照需求 平数多样选择 变宽有4米2到5米8 总价1588万起 富与建设机构呢 早已是万平造正案的专家 业绩遍布桃园以及新竹 而在台中部分呢 包括南斗路 宝城路 以及中科特区呢 通通都看得到富与系列 无所不在 造正实力 丰厚坚强 开发经验 炉火纯金 还有富与正德路 2万坪造正 富与大美 富与恒美 富与天恒等案 迎见口碑 不必宣传 实际走访 口耳相传 富与的选地哲学 在于把握地段 起掌远景 周边就业机会 包括台中工业区 台中精密园区 以及中部科学园区 而连接中科的40米高架道路 特5号也预计今年完工 仿佛复制竹科的金国桥 周边行情将跟着水涨船高 隔条自强路我们来看 光田医院上上院区 总楼立板面积超过 3.6万坪的医疗大楼 未来将提供7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也为区域注入一针 强行针 住在这里下棋 可以如何打发时间呢 我先带你绕一圈看看 台县第一座标准运动场馆 台中港区运动公园 就在社区旁边 健身 韵律 室外流病 想怎么玩耍就怎么玩 或是单纯想散心放空 那就拿颗篮球 到水里社公园投篮吧 感受一下被绿意拥抱 不受束缚的美式生活氛围 住偷天别墅最享受的呢 就是有天有地独门独院 前方呢还有这一块绿带廊道 就像美国影集里面的场景一样 自家空间可以多功能利用 本户样品屋为面宽4米45的户型 一楼挑高3米5 这尺度呢已经超越一般市区 60平以上的房子 利用线板装饰成线框 提高空间质感与品味 楼梯下空间装上气氛灯 摆上收藏就是最自然的展示墙 家里一旦摆上中岛呢 整个家的质感立刻升级 在这边用餐呢 感觉就像享受厮厨一样 这里呢放得下六人做的餐桌 而这边呢也可以规划收纳空间 一字型厨房配备大雅厨具 林内三机以及Svago蒸烤炉 街上用不用心呢 看小细节就知道 锻造栏杆木质扶手呢 也是特别挑过的 看完一楼公共空间 我们继续上楼看看 二楼已位于区隔两间房间 主卧拥有面宽四米四五的超大阳台 种花种草或是来个户外五茶时光 享有绝佳空间和采光 双人床三面落地 整面顶天衣柜 在衔接灯泡镜 空间依旧绰绰有余 在我们持续带你来看次卧空间 这里规划成是小孩房 进来呢放得下双人床 书桌还有衣柜空间呢 还是绰绰有余 可以发现呢 这个空间大小啊 已经跟一般大楼的三房主卧差不多大 一次型书桌充分运用角落空间 视觉上更显活泼宽敞 每间房都有的大面积开窗 也很重要 看完今天介绍的建案呢 最后一样帮大家整理出三大重点了 首先呢 今天介绍的案子啊 它是透天别墅的规划 但是呢 最棒的点就在于啊 它和大楼一样拥有社区管理的优势 第二点呢 1588万起 在一般的市区呢 只能买大楼 但是呢 在这边可以买到 有天有地的透天别墅 非常适合双亲夫妻 或者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最后一点呢 赋予建设机构啊 它的造证实力非常的多 无论是口碑啊 或者是实际案例啊 都可以直接查询 或者是现场实际来赏屋 那也希望今天介绍的建案 你们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有问题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